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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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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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不能稍微正常一点啊 不是 我说您的语气 不能稍微缓和一点点吗 我凭什么要缓和 不喜欢的人 我就是这种性格 朋友们都讲 我表面是个上海人 骨子里啊 我是个北方人 您坚持 那这面您还吃吗 不吃 好 那我拿走 好 那我拿走 好 那我拿走 放香油了吗 放好 那放什么 我那儿还给您包着汤了啊 不用 您想喝您就吃会我一吃啊 他来电话要干什么 跟我讲什么 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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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看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你得去超市一趟 超市那个电弥箱那插座啊 那插头啊 没插上 这赶紧去 你赶紧去 不然的话 到明天那肉都臭了 我累了一天了 我刚回来看我电视 舅妈 你老支持我 干吗呀 你这孩子说话说的 我看你老不回来 把你支持团团撞 你也不说累呀 怎么能我支持你干点事 怎么能这么难呢 关了 别别别 你拿来 舅妈 舅妈 好了 这回解决问题了 舅妈 舅妈 您干嘛呢 谁啊 不是舅妈 我跟您说以后 那插头得别老拔了 定不见你拔他干吗呀 来了来了 谁啊 严峰 帮你 阿姨在吗 在 在 舅妈 严峰来了 严峰来了 曹地呢 快来 坐下 吃饭没有 没事 我给你坐下 不用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件事 又有啥事啊 你这么一说我就紧张 不会是晓晓的事吧 还真是的 晓晓因为高文博妈妈工作的事 去找我爸谈判了 俩人干起来 晓晓非想让刘彦平留下来 我爸呢 因为工作的原因 让他非退不可 俩人掐起来之后 我跟他因为这事吵了架 这孩子想干什么呀他 人家工作上的事他也插手啊 托尼 给打个电话 叫回来 就是我找他 他别是 我跟他因为这事吵了架 我跟他 你这孩子想干什么呀他 人家工作上的事他也插手 托尼 给打个电话 叫回来 就是我找他 舅妈 您不是让我去超市吗 你不会一边走一边打呀 死心严的 这孩子气死我了他 喂 萧萧 你在哪儿了 我跟你说啊 延峰到咱们家来了 把你因为刘彦平 跟他爸闹不愉快的事 跟你妈都说了 你妈现在让你回来呢 严峰在我们家告状 他没事吧 反正你赶紧回来吧 我得去超市了 怎么了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 刚送走罗小山 延峰又跑到我们家告状 这什么业呀 投诉的业吗 他告什么状 这文博的妈妈 现在快要被赶出医院了 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我只能去找延峰爸爸 去求情呗 晓晓 这么愚蠢的事情 也只有你干得出来 延峰的爸爸没同意吧 你说得太对了 我本来想啊 严叔叔从小看我长到大 怎么着 会有点情面吧 结果人家跟我做交易 我说了 文博的妈妈留下可以 除非我嫁给延峰 你说这 太让人崩溃了吧 这就崩溃啊 那我告诉你一个 更让崩溃的事吧 看我看 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晒黑了 往这儿看 新款啊 哎呀 笨子女得了 从今往后啊 我就是两个人了 我怀孕了 怀孕了 这真的是我最近 听到最好的消息了 找家庆祝一下 你庆祝什么呀 这孩子我不要 我不是托尼的 当然是托尼了 我天天跟托尼在一起 能不是托尼的吗 那你干吗不要啊 你不要这孩子 我给你拼命啊 这孩子是我的 你激动什么呀 不是 你一边养个孩子 多辛苦啊 我跟托尼已经天天 住在你家了 你打算我生个孩子 再继续住你家是吗 你知不知道 能跟自己爱的人 有一个小孩 是多牛的一件事啊 未来的美好生活 你得想一想吧 这万一实现了呢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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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儿 赶紧回去吧 你这儿我 你这儿你 慢点早啊 晚上跟你妈说 给我多最好吃的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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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不是都已经搬进来了吗 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希望我走啊 刘副院长 你误会了 我是来专门看你的 你没有在 我就进来 在这儿等您了 你太无礼了 你晓不晓得一点尊重 有没有一点教养啊 我在这个医院十几年来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经过我的允许 就可以私私闯到我 办公室里来的 而且还大不大样的 坐在我的椅子上 你知道这个椅子 对我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的床一样 您是同一个人这样做 刘副院长 您不要激动了 我也理解你 刚刚退下来 心里头有些不大舒服 没有办法 这个企业嘛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一个制度 长江后浪推浅浪 浅浪被拍死在沙滩上 不要跟我讲这种大道理啊 好啊 太过分了 简直是 当初建院的时候 他们跟我承诺过的 他们说除非我自己 不想做了 我可以一直干到 自己干不动为止 嫩嫩啊 你来了 当大老板了是吧 你就想把我扫地出门了 一脚灯开 卸磨杀了驴对吧 我可要提醒你 颜建伦 你可不要让人家当枪死 刘副院长 你放心 我不会被人当枪使的 没这么严重 颜建伦 我晓得你跟毛凤妮的关系 不一般 我跟他之间的爱恨情仇 你也早就听说过啊 我知道你要利用自己的职位 替他出口气报复我是吧 好啊 但是我奉劝你一句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做父母的 如果过分干预儿女的私生活 那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巧扭的瓜不舔 刘副院长 你想错了 我颜建伦这个人 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刘副院长 这五万块钱 是给您的奖励 是对您这么多年来 在医院里工作的一个报答 老好笑 五万块钱 老好笑了 颜建伦 你觉得我辛苦了这十几年 就值这五万块钱对吧 好了 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你心里头 根本就不尊重我们知识分子的价值 你的脑子里就只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草票 好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 我们走着瞧 刘副院长 慢走 笑死了 坏了 不要以为知识分子不会骂人 攻击了还跳墙了 拖子击了还蹬人呢 怎么了 怎么了 谁招了你了 谁 我跟你讲 是那个颜建伦 他太不是东西了 怎么了 他说从今天起 我就不要来医院上班了 他说给我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啊 五万块钱 你妈我辛苦了这么多年 就值五万块钱吗 这不是钱的问题 他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我跟你讲 我 我 我明白了 这里面你信不信 一定是那个毛凤泥 在后面捣乱 他要报当年五毛钱的仇啊 妈 您等会儿啊 这信心量有点大 你让我总 不是 毛阿姨这事是您猜的吧 咱别伤及无辜行吗 谁无辜 都到这个时候 您还说他们无辜啊 我告诉你啊 他们两家是市郊 他们都是菜市场的出身 谁无辜 这里面只有我们母子两个 最无辜啊 他们把我们玩于掌骨之中 我们就是人家的盘中餐 我 我 我 妈 妈 妈 来来来 您先坐 您放心 这事叫了您儿子 我替您出这头 你回来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大人之间的事情 大人自己解决 你妈妈我 绝对不会发动一场战争 但我知道 怎么样结束它 这事 我还必须得一件 不是 没秀的 您别撸了 这个头 您儿子必须听您出 但是您放心 以得夫人 什么东西啊 给您多少五万块钱 打负谁呢 臭妙子 不是 妈那五万块钱呢 我没有用 丢人嘛 那五万块钱那也是钱啊 为什么不要啊 你妈又给你拿了 你去要钱啊 丢人啊 丢人啊 苍蝇也是弱 五万块钱 他也是钱呢 干嘛不用 你去要钱啊 丢人啊 苍蝇也是弱 五万块钱 他也是钱呢 干嘛不用 你们找我 不是 你说你也太不像话了 那确实怀孕了 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还是晓晓告诉我们的 都把我舅妈都气坏了 舅妈您您别生气了 我都骂她了 妈 我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你妈 我是你舅妈 我劝您啊 赶紧给你亲妈打个电话 说一声吧 儿媳妇都怀孕了 连个电话她都没有 我不用给我亲妈打电话 我那亲妈可以忽略不计了 舅妈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 您虽是我舅妈 但你胜过我亲妈 其实我们俩现在发愁的是 买房子的事 舅妈您要是手头宽孕 您能不能先 不好意思 你们欠那三十万 我还没还完呢 我可没钱给你们买房子 不好意思啊 我头晕 先回去了 婉玲 你 舅妈 你看 你 你看我 我跟婉玲结婚这么长时间 我又没跟她买个什么东西 你 婉玲啊 别走 杜梁玲 杜梁玲 你真当帅手掌柜的 什么都不管哪 喜婉玲怀孕了 帮我们要房子呢 你能不能给你妹妹打个电话 跟她说一声 我告诉你啊 我吃不消了啊 气死我了 我这个舅妈当的 天上难找地上难寻 杜晓晓 我还是决定了 不要这个孩子 那 喜婉玲 这事啊 我许你千万别冲动 你要不要这个孩子 也能偷你商量 我也不是孩子的爹 好吧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喜婉玲啊 说要把孩子给打了 啊 说要把孩子给打了 啊 说要把孩子给打了 然后罗雅珊呢 就让我立字句 说以后再也不可以 跟高文博来往 我就在想啊 这外表其实越坚强的女人 内心越脆弱 真的真的 以前我就觉得 我爱情特别不顺 现在我发现 但凡为爱痴狂的女人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你本就是一团麻乱 能不能捋顺 就看个人的本事 有一句话说 越是情商高的人 越是能脱颖而出的人 这一类人 就是能在乱麻中 挣扎出来的强者 什么书上说的 我自己总结的 怎么样 冰经理 冰经理 你在吗 找你们多小小 王女士 您怎么大驾光临了 我找你们多小小啊 看见没有 这也是因为爱 不管不顾 我不找他 你麻烦了吗 我吧 就是看上了你们那个 爱人爱先生了 那种感觉 真的是如醉如痴一样 虽然吧 现在爱先生 是对我无情无义 但是我的那个心 已经被他牵动了 所以我想找晓晓 再给我撮合撮合 是这样啊 晓晓她呢 王女士 晓晓 好久没见了 晓晓 晓晓我知道你很为难 爱人爱先生 他是喜欢你 可是你有男朋友啊 你的那个高文博 比爱先生强多了 不是吗 王女士 千万别上当 爱人先生那是考验您哪 您说两个人在一起 不经历考验 怎么白头偕老啊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我怎么会误会呢 肯定是误会啊 唐唐 赶紧陪王女士去一下休息室 我现在就给爱人先生打电话 走走走 我们要相信晓晓 他一定会给你解决的 走了 那好吧 那我等着你啊 去吧去吧 走吧走吧 走的 我等着你啊 这边 这边 慢走啊 倒两杯咖啡 好嘞 爱人 喂 喂 师妹 师妹 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跟高分博凑一块去了 你这样怎么让我跟白丽莎解释 丁经理 明凯啊 给我介绍了那么多的丁字虎 咱们现在要解决的是 他们的个人问题 不是我的个人问题 杜晓晓 你真是能者多劳呀 不交给你 交给谁呀 你是博士红娘 又是代言人 这公司下边就开始要宣传你了 我想这什么疑难杂志 你都是可以解决的 不是吗 就是啊 杜晓晓 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啊 对吧 都别吵了 没看见跟客户聊天呢 吵什么吵 丁经理你看看 我们最底层人挺不容易的 这样 我们呢 解决丁字虎的个人问题 您啊 解决一下我们升职加薪的问题 喂 爱人先生 我去读点晓 对 放心啊 努力工作 我说你们啊 怎么回事 处处为难人家晓晓 不看在人家的面子上 看在我的面子上 人家是我师妹呀 拿业绩说话 好 想让我们扶他 没这么容易 对 丁先生啊 哪先生 对对对 就在猫眼卡 还六点钟 我们这儿跟你上啊 你可别忘了 真实性准确性 你就放心吧 就放心吧 莫莉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事儿没得伤害 孩子必须得保护 知道吗 一定要留下来 不可能 养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我们连住的房子都没有 已经寄人篱下了 我绝不可能让我的孩子生出来 受这个委屈 现在没有房子 我们以后可以买呀 是吧 再说了 住的我舅舅 他怎么叫寄人篱下呢 就是寄人篱下 这房子是你的吗 这么一大家子人 挤在一起 哪里够住啊 习婉玲 不想伤就说不想生 找什么借口啊 对 我就是不想生 阿姨 养一个孩子多不容易 要花多少钱呀 反正我没钱 没有钱我以后可以赚的 我就不信了 通过我拖进的努力 我不能让你 让孩子过着好日子 我就是不信 你叫你给我看看 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 我告诉你 没房就是不生 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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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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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没钱 没有钱我以后可以赚的 我就不信了 通过我拖进的努力 我不能让你让孩子 过着好日子 我就是不信 你叫你给我看看 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 我告诉你没房就是不生 舅舅妈 你确訣万灵啊 你 你不也主张 我生孩子的吗 我是主张你生孩子 可最终权力不在他手里吗 他要不生谁代替他聊 想了你俩 我已经决定了 这个孩子 我坚决不要 让开 我上班迟到了 希望连你敢 你对我孩子试试 你信不信任你理解啊 是 瞎折腾什么呀 连个孩子都不想要 什么女人哪这是 讨厌 团队 帮你了 你 这办公室要不要重新刷一下 毕竞换了主人吗 刘彦平在这办公室 待的时间也不短了 我看没这个必要 我在这儿待不长 这个位子 中哥要给年轻人的 我还有好几家企业 都需要照顾 进来 袁老板 你好 您可能不认识我 我是刘彦平的儿子高文博 跟您儿子是一个科室的 老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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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非常喜欢和你们这些年轻人交朋友的 您好 袁老板 恕我直言啊 我妈在这家医院 这个办公室工作了十几年了 我都把这儿当成家了 更何况我妈呢 可以说我妈对这家医院偶心力血 除了家庭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这个医院了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您一来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它给开除了 这么做不合适吧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吧 高大夫 你误会我了 我辞退你的母亲 也是为了这家医院啊 我要培养年轻人 这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结底 是你们年轻人的 我要培养年轻人 也许你 还能成为这家医院的院长 杨老板 我谢谢您 我真不感兴趣 还有啊 冠冕堂皇的话呢 谁都会说 就算您说的都是对的 但您也不能卸磨杀驴吧 你说你们父子俩去欺负一个 对这家医院最有功劳的小老太太 是不是太无情无义了 她有失一个成功者的风范啊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叶老板 如果说是因为我和您儿子之间的恩怨 您完全可以冲着我来 我求您了 别欺负我妈行吗 她年龄大了经不起折腾 什么叫我们哪 你妈跟我爸的事是公事 我们两个人是私事 不要混为一谈好吗 作贼心虚 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有点底气啊 杨老板 奉劝您一句啊 如果将来这家医院 落在您儿子手里头 毁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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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 爸 你看了吗 这母子俩这么嚣张 我找到他呢 嗯 老女士 您不用紧张 艾然先生愿意来啊 说明还是愿意给你机会 我神不如说愿意给他机会了 我可是冲着你来的 我这是跟他相亲 我都不来啊 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你还是伤害我你 我什么时候伤害你了的姐 我就没有拒绝的权利嘛 艾然先生 我说您也是体面人是吧 咱们男人啊 得身世风度一点是不是 对女孩说话得客气点 那我走成吗 艾先生 艾先生 周晓晓 你看 别激动 是你的肯定跑不了 可是 可是太多已经走了 那还不赶紧追 艾先生 你等等我艾先生 艾先生 真是一对活宝啊 林子到了什么鸟都有 你信不信他们俩啊 最后肯定能成 怎么可能啊 你还肯定哪来的肯定啊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般配 你又不是人家脚上的鞋 你怎么知道啊 但凡这欢喜冤家 最后肯定白头偕老 喂 管理 你说 严峰爸爸真的下手了 好 我知道了 又怎么了 我得回去一趟 等我 我跟你 你进来说别站那儿啊 怎么了 高大夫 六号床的病人明天要出院 想再开点这个药 麻烦您跟他签个字 我就知道是他 你说这什么习惯啊 当口腔囊吃呢 你告诉他 是要三分毒 再说他没什么大毛病 食补要好过于药补 我之前给他开的药 够亮的了 这回我开不了 出问题谁担责任啊 去吧 老颜 不是 你什么情况呀 那车你要是不要 你赶紧把钱给我打过来啊 不是 你听谁说 不是 是啊 我是撞过车 不是这辆 我这辆车好着呢 你找人看一下 我那跑了不到一万公里 那跟新车似的 不是 你明知道我缺钱 你赶紧把钱给我打过来 你拖着我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 你赶紧跟我说啊 我给别人 你痛快把钱给我打过来 那么多费 你等等 等等 那个 你看 那个 你现在生意做那么好是吧 你也不差那撒瓜俩枣的 要不然 你再多给我三万块 我那么现实 我这话都没说完 闫大夫啊 这在国外没少学本领啊 还会偷听了呢 怎么样 高安国缺钱了 还真是 你给我点啊 我早就听筷子说了 你们给罗小山垫医药费 除非你妈贪 要不然你们家 不会再有那么多钱 你说说你啊 那点心思全都用在我身上了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想跟我谈恋爱 怎么我琢磨那么清楚 干吗啊你 有那事我得求你啊 把这个 转交给您父亲 告诉他我辞职了 我不在这家医院 爱你们父子演了 我走行吧 是不是觉得特别痛苦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初你到这家医院 是什么目的 不就是想盯着我跟杜晓晓吗 现在我走了 你上哪儿盯去啊 我跟你说啊 就算你走了 你也甭想得到杜晓晓 我就给你死磕了 再说了 你身边不还有个罗小山吗 他能放过你吗 同事们都在议论了 你把人家弄残废了 再把人踹了 你试着吗你 什么叫做弄啊 我没那本事 你们想太多了 你看看这罗小山 妈 我的体育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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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的体育飞了 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在哪儿呢 在那里 好 慢慢试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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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抓住他 你站起来 你又抓住他 你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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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抓住他 你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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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你站起来 你又抓住他 你这孩子们怎么不听话呢 难不是让妈妈站不起来了吗 你为什么要玩这个气球啊 以后不许再玩这个气球了 我许可 zu extreme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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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不对 她再也不奢你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妈妈再也不奢你 我不奢你了 别哭了 我不奢你了 老家问一下 高大夫在啊 哪个高大夫啊 就是高伯伯大夫 他辞职了 辞职了 什么时候辞职的 喂 那个高伯伯 我托你 我现在在你们医院大堂呢 不怎么回事 你辞职了 什么时候辞职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下回我一定跟您请示一下 找我呀 你这真辞职了 是啊 颜建龙那父子 帮我妈的几个早了 你觉着能不能留着我吗 所以不如我自己主动辞职 难怪你摆地摊呢 是吧 那 那 那我就帮对你了 这个啊 是我一朋友电话 他是搞那个工艺品出口的 你跟他联系一下 没准你那面具能卖出去 你说这面具有想起来 我那仨面具呢 别别别 我没摊 没摊你那面具 我说给他了 给他当样品了 当 当 当样品 什么意思 就是摆在那儿给人看啊 你那意思是说 人你喜欢是吗 他人喜欢 不然我干吗找你来呀 太谢你了 我 我没想到你还把我这事 当回事了 太谢了 你看 你谢什么 咱们都是哥们儿 能帮你我肯定帮你是吧 再说我也不白帮你 生意嘛 是吧 我 我不多要啊 我就要你纯利润的百分之十 行吧 行行行 只要能卖出去 只要人家喜欢 别说百分之十了 百分之二十我都给你 行吗 行 那就百分之二十 好吗 你还挺大吧 谢谢啊 谢谢 对对 我找你谈一声 你跟晓晓最近怎么了 我们家杜晓晓现在 这脾气特别坏 在家里得谁跟谁发伙 我和习近平都躲着呢 老弟啊 你说 如果是你谈上我这样的事 你怎么办 要我呀 我我我我只是谈我个人谈法啊 要我我就 别让晓晓谈这浑水了 是吧 你说这种事 咱 咱们老爷们儿 咱得扛得住 是吧 你不能让女人卷进来是吧 再说了 罗小山那是善茬吗 她馋死你 更何况 她以前还爱过你 我给你讲 高文博 就这事 她能死磕你一辈子 你信吗 目前看 是这样吧 当然当然当然 我我我代表我的态度说话 晓晓不是这种人 晓晓特别的仁义 真的 我了解她 你这事她一定跟你一块扛的 她一定陪你 共度难关的 你相信我 好吧 我也相信 我瞒你说啊 上大学的时候 晓晓就喜欢我 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变过 对对对 我相信她一定会跟我一起扛过去 但是作为一个 又这样了 我 我 我不能那么做是吧 这 这 这你你你别问我 我 我哪知道 我 我自知这事别跟她说啊 不说 不说 这可是个大事这 那行 那 那你你先把我我先走了 好吧 谢谢 别别客气 那个 有个例子呢 记得通知我 二十 二十 我先走了 小晓 阿姨 你妈在家吗 我妈出去了 要不您先进来坐会儿 不用了 我就在这儿等好了 我问你啊 颜建伦劝我退的事情 你晓得吧 这事我知道 我还去找过他呢 爸 为了我的事情 你去找颜建伦求情啊 你看阿姨都混到这个地步了啊 还需要你这个准儿媳妇 去替我说情呢 阿姨 您别这么说 我们都是希望事情 可以把你帮我 比较好的方向发展 晓晓 你是个善良的姑娘 跟你妈妈不一样 我在这里等她 还是要问她 这件事情 肯定是她在背后倒的鬼 小晓 您爸 你躲到我们家门口 说我坏话 你在这儿嚷嚷什么名 毛凤妮 我就是来问你 你是不是在利用颜建伦 抱负我 你是不是那时等我 那时我也没想过 会不再联络 你总是说 我 青春从不曾永远 我真的以为 我真的以为 安静坐在我身边 我却来不及 我却来不及 想不出告别 最好的我们 最好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回忆时时时光丽 带着温暖的雨季 最坏的温暖的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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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再会有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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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